Hello 歡迎來到美腿TV 我是江萱萱 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的是 最容易跟前任 舊情富然的三大星座 第三名 水瓶座 因為水瓶座的個性就是比較樂天派 所以可能跟前任的話 他們也是可以很 比較像朋友的方式 就比較不會去想太多 所以呢這樣子就很容易 擦出愛的火花 所以水瓶座是第三名 第二名是射手座 然後射手座的話 就是因為射手座比較愛自由 所以他們比較可以接受說 跟前任還是可以當朋友的關係 就是比較開放這樣子 所以也是很容易跟前任 附和的星座第二名 然後第一名呢 就是摩羯座 因為摩羯座比較念舊一點 而且在每一段感情 都會附出很多 所以摩羯座很容易覺得說 恩 因為對上一段感情 附出太多了 所以還面面不忘 所以很容易附和的第一名 那你覺得 你很容易跟前任很附和嗎 你是什麼星座呢 歡迎在留言告訴我們喔 掰掰 拜拜